文章来源 Yahoo新闻 硅谷华裔谷歌工程师陈立仁涉嫌杀期 2月9日与圣塔克拉拉县高等法院第六度提审 陈贤在辩方律师引导下短暂现身 现场贵作答辩 虽然恰逢农历新年除夕 法庭内依然媒体云集 旁听系华人慎重 对于陈立仁提审是否现身 之前诸多舆论猜测 尤其9日的提审法庭现场 较过去5次相比 有微妙不同 更增添陈贤现身猜测 23号法庭下午提审 每次都在1时35分 而直到1时35分 法官拉蒙的位子依然空着 现场亚裔面孔的法庭工作人员 似乎也较往常多 且有一位华裔中年男子 走到旁听系第一排 用中文大声宣布 我是陈立仁的翻译 引起关注 之后1时55分 法官才出现 开始审理当日其他案件 24分 陈立仁的辩护律师施罗德现身 现场旁听席有些骚动 有旁听者拿出手机 被法官当庭喝斥 请出庭外 并重新申明 对于有申请拍摄证的 媒体之外的任何拍摄行为 零容忍 且即使是媒体 也不允许录影或录音 20时15分左右 法官宣布将审理施罗德代理案件 法庭内其他候审嫌犯被清空 施罗德起身站立在嫌犯进入法庭的通道门口 并不时向内张望 20时17分 陈立仁头戴白色保护罩 出现在通道门口 但并未进入一般嫌犯候审的法庭内部 两排作息 陈立仁累着橘色衣裤 外套圣塔克拉拉县监狱黄色短袖衫 面无表情 施罗德转身与其私语 并有温和手势 庭审后 施罗德在回答记者提问时 证实当时是在向陈立仁解释庭审程序 交谈完毕 施罗德转身挡在陈立仁前面 施罗德首先就提审 一再拖延向法庭致歉 法官随后询问陈立仁 是否需要翻译 陈立仁表示不需要 法官再次与其确认 并表示自己觉得若有翻译会更好 因为毕竟是法庭 又是第二语言 还是不要冒险 施罗德似乎也有劝说 陈立仁在劝说之下改变想法 才戴上同步翻译耳机 施罗德随后向法官确认 已收到检方指控副本 本庭不做答辩 法官随后宣布 将于4月19日 在34号法庭进行答辩 施罗德提审后 回答本报记者提问 他表示 陈立仁之所以头戴保护罩 是因为上周头部受伤 在上次提审未果之后 他第三次见到陈立仁 那次两人交谈 一个半小时左右 前两次都只有15至20分钟 施罗德后来公开回应媒体提问时 他表示 他确认与陈立仁的对话 都在监狱内保密的环境中进行 接下来直到4月19日之前 都将继续研究本案卷宗 其他媒体询问施罗德 是否见过受害者家属 施罗德对此表示否认 但确认自己有定期 与陈立仁家属联系 他同时确认 陈立仁父亲在美国停留一周多 便回中国 延伸阅读 遗兄陈立仁与死者于轩一居住的加州公寓 由于轩一在去年以200万美元购入 陈立仁并没有像大多数犯人一样 坐在被告席上 而是站在犯人进入法庭的通道门口 他的辩护律师一直站在他的前面 似乎有意帮他挡住媒体的镜头 但陈立仁身高190公分 比律师还高出一个头 正是开庭前 陈立仁和他的律师进行了简短的交流 在燕明证深和确认指控后 陈立仁的律师选择不记录抗辩 法官与辩检双方交换意见后 宣布陈立仁下一次的庭审时间为 4月19日下午1时30分 检察官加德伯格廷后 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 地检处仍在调查此案 希望与任何了解陈立仁或此案的人对话 弄清楚他做了什么 或他过去是否有与此案相关的历史 他说 审判是对真理的探索 我们始终对新资讯持开放态度 此外 可以确认余轩一的家人已经抵达美国 加德伯格说 他当天与余轩一的家人见了面 但他们并没有出现在法庭 十分理解 他们身陷痛失爱女的悲伤 地检处会尽可能为他们提供支持和服务